好,現在我們開始上,第一個認識實驗室 第一個要認識實驗機場 這個叫做燒杯 燒杯呢,通常會放在 噴腳下,噴頭就在上面 好,接下來我會跟你講一件事情 它不可以直接加熱,免得受熱不均,之後會破掉 倒的時候,這邊有個流,我們嘴巴 從這個流,我們開始把它倒出來 好,還有,抬頭還在講 要順著撥棒,我會有給你看 要順著撥棒,流出來 目的就是,不要它到處亂賞 關鍵 變形零 好,裡面放一些該家的東西 因為它這個形狀,可能是拿來搖一搖晃 它可以充分的混合 然後呢,有時候需要換個冷,拆住 然後裡面可以反應,然後可以搖更大一點 也可以讓它放一旁,對 好 做綠瓶,因為你很正常會做個管子 會做個管子出來,讓你把東西弄出來 所以這樣一樣 好,它本來說要抽氣 有時候也可以加一些折牌 這個都可以,可能就是讓你把東西弄出來 刺管,要一開始,之後會用過 刺管,放一些小東西啊,去反應 然後呢,後面會再提到一次 刺管加熱的時候 有的時候,管頭會朝上 有的時候管頭會朝下 重點是 將來後面會再說一次 重點是 不可以朝人 不可以朝人 有東西反應很劇烈 我都沒有做過啊 就做一做 這樣倒到 噗 不可以朝人 對,不可以朝人 可以朝上,可以朝下 但是重點,不可以朝人 然後有個刺管夾 有金屬做的 有木頭做的 不重要 你把刺管夾著,然後加熱 當然如果是木頭要注意 你不要讓它燒掉 它會燙到你面 它出來會燙 你不要用手拿 就用出來,然後你夾住 後面操作 然後呢 然後 要放到短口 就上面你的地方 不要太熱水 這要鐵架 還有鐵環 還有網用夾 就是把我東西撞起來 你就不要有一個鐵環 上面會放個什麼 潮汁纖維網 下面會放個什麼 硬燈 放個燒焙 加熱 然後中間把它夾住 它就把它夾住 然後呢 你不要管用夾 把我夾東西 用東西的 比如說我的背心 平安 對 四環 就是它的樣子 有鐵架 鐵環 這個樣子 然後有個 鹽波跟薯 放下去 讓你動作 來 我也來做事 會再說一次 鹽波跟薯 它有一個 薯 有一個波 放下去 壓 用膜的 用膜的 不是去做麻糬 這樣快會斷掉 你下次做實驗 誰這樣靠一下 巴爾 你這樣開開開開的 用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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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乾淨 它不能加熱 保持乾淨 之類的 然後呢 有的東西的溫度會增高 很注意一下 好 所以這樣你不要抹那個會爆的東西 你這樣抹那個溫度會變高 就會痛掉 好 錶玻璃 我們很少用到就是一個 看起來圓圓的 有點凹下去的那個東西 錶玻璃 放一些少量物質 你觀察 你觀察 或者是我們 做那個蒸發的時候 到這邊蓋個蓋 你就蓋它 蓋上去 好 然後 蒸發你就是去加熱 然後讓東西蒸發 那空腿這個時間會做大 也是要這個流 到那邊的流 這個純 這個地方 它流出來 也一樣 順著撥放掉下來 鏡頭漏斗 不用大 再來講 空腿會用到鏡頭漏斗 好 然後靠下去 然後呢 這個場管 未來會跟你提 這個場管 要盡量接近底部 目的是為了避免氣體 從旁邊溢出 這件事是未來會再教到 對 我們要餓 好 然後 鏡頭漏斗 然後呢 把它放下去 這邊有個飛 它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做一個用途 然後在那邊緩衝 它就是在那邊飛 然後這個低定管 也是下學期要用到的低定管 因為長長的管 這樣很長 然後呢 它其實有兩種 有所謂的酸式低定管 跟減式低定管 下學期會教 三四六指能夠放酸 檢四六指放檢 人家有一種是檢不容 或是從內放 沒有問題 因為它很長 所以 狂狂說好 放它臂上下面的臉狀 你就放在那個上面 剛剛在那邊伸來伸去 放臉狀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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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的 來 那個低定管 把它夾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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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的刻度照過來 它的臨在上面 五十段是零 然後一十六指在下面 因為它是裝到零 然後開始低漏肉 動到十 要不用到十毫升 所以它的 刻度是零在上面 不是很零在下面 OK 夾起來光好 然後呢 還有肉抖 肉抖 有大的小的嘴片 我們用這個這樣 用這個動作 用 然後它還要配合濾紙 它放上去 你的濾紙後面也會 焦也會上 還會 好 然後呢 過濾的時候 這也是下一次要看 未來要焦的重點 好 這個不是 這個肉抖緊 要貼緊這個招杯壁 就是避免 御意見出 這個是未來會上 這個會再講 好 是最好的 好 踢管 就是吸東西 告訴你說 不要直接從 藥品裡面吸 到突然再吸 也要避免污染 你原來的藥品 然後重點就是 不要去 上次的液體 去碰到你 後面的這個 吸的地方 好 這樣會有 五十 破壞的狀況 所以呢 避免心直接向皮頭 所以不要倒過來放 不要吸的太多 反正就是 不要讓你的藥品 弄它那個 像橫腿 然後兩筒 他說 這兩個平次 按我要焦的重點 目光要平次 有人說垂直 就是 兩筒是實力的 眼光跟它垂直 你看 後來要焦的重點 然後呢 兩筒 只有一個用處 液體體積 液體體積 都可以拿來配藥 都可以拿來加熱 都可以拿來發生化學 反應 都可以 OK 然後這個溫度 是涼溫度嘛 有兩種 一般我們直接給兩種 手機溫度計 跟水移溫度計 然後 重點 它不是撥棒 或是喇叭 因為它是喇叭的 都可以拿火上直接烤 都會換掉 OK 都可以直接加熱 都可以幫鍋棒攪拌 然後 當你煙瓶 這個是我們後面的學習重點 後面再焦 彈黃色 下學第三位焦 也是一樣 後面再焦 九筋燈 是我單位要焦的重點 我來跟你講 烤是愛烤的內容 好 乾鍋這個小角 像老人茶杯一樣的東西 然後拿來加熱 拿來加熱 裝一些 拿來加強熱用品 然後這個下面有乾鍋夾 夾 夾得住它 這裡寫著 這個 就是為什麼 寫著 就這樣夾 全面的間 就是夾在袋子 後面有拋下去 夾那個杯子 那個杯子 就是 這個話的意思 使用乾鍋夾 使用乾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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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燒皮 我們也有用到 這個圓圓的肚子 所以要 宰火便避免移出啊 鹽掃增肚 然後要用在下皮乾鍋裡做 但是我們的實驗基本上 沒有用到燒皮 刮掃 用到湯匙 咬東西呢 需要的 你知道 一樣 避免 你會污染藥 所以用新的 乾淨的 去養藥 一個藥 用一個刮 不要拿它 不利用 好 刮下 這個陶石纖維網 跟三腳架 以前的舊課 叫十年新網 但現在十年禁用 叫陶石纖維網 這是它的重點 我會再教一次 我為什麼要用陶石纖維網 因為要使它受熱 不至於 因為它受熱 不至於 重點 然後呢 加熱完畢 要清乾淨 之後會不會再講一次 我現在已經講 我是要做什麼 再講一次 你做十月 酒精跟加熱之後 這個三腳架會變得非常熱 所以 要先去血龍頭 冷卻 之後 才可以收起來 你不要多把它 就直接放回那個塑膠盆下去 它就 直 黏住了 就把那個塑膠盆融化 黏在上面 所以 你凡是做的加熱 加熱鍋 它都變得很燙 那你注意 它是要你避免放傷 你應該不會拿著笨蛋去 直接手機抓它 但是你這個笨蛋就直接把它放回去 不要 不要 然後 廣口瓶 這個在後面 什麼東西做 所以要用它往頭 然後收集器 用 因為它口比較大 所以比較方便操作 燃燒池 然後它們一根 然後你燃燒用 會用到 你避飾了靈氣 然後呢 這個我在後面教導它 它有它使用的注意事項 後面再說 好 就是所謂的 我們實驗收入到的氣場 安全守則 很簡單 小心 注意安全守則 我的 安額的只有一件事 你只可以做 我要你做的事情 我沒有叫你做 你都不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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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有東西 用之前都要知道 如何打開 跟如何關掉 如何開 最重要是要知道如何開 跟什麼合法 然後呢 了解零器的使用規則 方法 然後呢 正確操作方式 它們會加到一些正確操作方式 然後呢 遵守老師 我說什麼就做什麼 我說什麼就做什麼 沒有為什麼 我最大 我家裡做什麼就做什麼不對 三十五頁有個實驗上面走的 你可以去看 好 那裡 有說了 那裡所寫的話 並沒有包含全部的安全守則 但是你就要看一下 然後這邊有一個影片 你可以自己點去YouTube 在YouTube 看一下 它的影片的情況的內容 大致是讓您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這一集 另外 lastly 倒 好